現場一堆民眾 包括里長 大家都在看笑話 就在看市政府推來推去 對民眾來說市府是一體的嘛 你在那邊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這是你的 這是我 那大家都不要做就好啊 看誰會推而已啊 我覺得市長最成功的地方就是 很接地氣 而且市長的接地氣是 從過去在當副市長的時候就有了 父親空難的時候 坦白說那個地方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界 市長第一時間衝過去 大型機具進不去 市長下令拆水門 我都印象非常深刻 這就是接地氣 不管說那個是不是我的工作 我看到問題 我立刻去幫他解決想出方法 新建氣爆 我記得幾乎都在那邊 指揮救災 在那個現場啊 大家都覺得很感動 市府要說不關我的事也可以啊 可是市長就在現場 這叫接地氣 另外8000城爆 每一個8000城爆的傷患 後來都變市長的好朋友 因為你每一個都很關心 去10次20次 所以大家會認為你是接地氣的市長 那市長 我們來定義一下 什麼叫接地氣 你覺得什麼是接地氣 解決市民的痛苦 發覺市民的問題在哪裡 這也是我要拜託原子議員 因為你弟弟在外面在走 所以你會聽到很多的聲音 也知道很多的問題的所在 所以你要不令跟我指教 跟我講 我們待會兒就並肩作戰 改革這些問題 不接地氣是什麼 這我個人的想法 官僚 對啦 找法條不作為 市長對不對 對啦 你說啊 這不行 拿一個法條出來 就說啊這不行 這不行 不管我的事 官僚 這不好啦 不好 那議員應該是市府的夥伴 對 因為市長的總目標是接地氣 但是市長還有官員 不會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嘛 我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嘛 對 所以我會接觸到民眾 民眾跟我反應 我反應跟市府 市府跟我共同把問題解決嘛 對 這是夥伴關係嘛 沒有錯 可是我在這半年 我沒有感覺到夥伴關係 首先我要先謝謝 絕大多數接地氣的首長 很多都是過去我的長官啦 這都表現都沒話要講 但是我覺得好還要更好 我現在也跟市長討論幾個個案 好 我認為是不接地氣 官僚 某高中啦 他們的乒乓球隊 本來在資格賽都第一名第二名 結果中間要一地訓練 教練申請一地訓練 校長不給假啦 後來學生孩子去了啦 還有被寄曠課啦 這個就是不支持體育嘛 你知道我以前在大學監課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射箭國手 那個學校是跑到我班上說 老師你就不要讓他上課啦 就給他過啦 學校支持體育到什麼地步 我們校長是寄曠課 後來我在質詢台上跟講反應 我們是議員嘛 我們接住基層反應給市府 兩個一起合作把這個問題趕快解決對不對 對 結果 10天後打給我 告訴我學校說 因為呢 那個疑地訓練的時間剛好碰到考試 所以不給假 市長這是接地氣還是官僚 我還是說明一下啦 我覺得 個案的部分 校長他為了孩子的學業 我想他們的處置 所以你認為10天後你才去問到學校的答案 告訴我 是接地氣 後來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天不能 因為我的兒子啦 遇到這個情況 我一天都不能接受 我想我們同仁當然先去尊重跟協調 協調完了之後 10天後 沒有沒有沒有 10天後告訴我說 學校的說法是什麼 不接地氣嘛 他說案子多啦 所以現在就是 教育局人力很缺乏 所以 攸關這麼多學生的事情 通通都要拖到10天一個禮拜 可是家長不能等啊 可以理會 下一個案子 這是我遇到最扯的個案 我有一個選民跟我講說 他朋友失蹤了 那我馬上就請警察局公關室幫忙處理 五天之後 我以為說拜託他們去找 他們會找到嗎 五天之後家屬來電 仍然沒有找到 我就再打給那個警察局 五天之後家屬 仍然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 我再打給那個警察局公關室 他跟我講說 因為齁 我們這個 因為失蹤是成年人 成年人我們用各自法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怕被告 我們只能用一般協詢 我說什麼叫一般協詢 他說一般協詢 就攔查到的話 我們才通報 我說人家就死亡之餘 他說那我們會改緊急協詢 我們根本聽不懂 因為我們沒有辦過案嘛 緊急協詢 然後結果我說 你五天後才告訴我緊急協詢 然後後來他才去處理 處理之後 告訴我什麼呢 告訴我 喔 這個因為各自法的關係 所以呢 他每來報一次案 我們幫他手機定位一次 然後第一次定位 然後定位到了 我就以為找到了 沒有 隔天家屬又打來 說 還是找不到 喔 那再請他再來報一次案 我們再來幫他定位一次 我四月七號晚上接到家屬電話 自殺 我當場聽到這個電話 我腿都軟了 我覺得人家拜託我的事情 我沒辦法幫他處理 你覺得這個是官僚還是接地氣 各自法 因為警察本身就要幫忙找人嘛 那我告訴你這個人失蹤了 你不是就是要趕快去找嗎 怎麼本來這個人救得回來 因為3月25號我跟警察局報案的時候 他還在上網 所以其實他是救得回來的 好 市長 接下來這個是我最care的 你也知道 這個是我們國宅 民眾跟我反應 這個抓獸 路爛 跌倒 十三針 水溝 惡臭 這個有氣爆之魚 我們跟公所反應 公所說 私人土地不介入 民眾有錢處理 就把我們打回票了 市長 這個是官僚還是接地氣 是不是私人我覺得先撇開一邊 因為像剛講的 心電氣爆也是私人嘛 就是說你政府看到 民眾這樣問題 有沒有去了解 有沒有去協調 有沒有想辦法整合市府支援 我知道 就是說 這不是一句話 可以去說明 那是不是官僚 他應該去介助協調 溝通關 對嘛 難不成要等登格勒爆發嗎 難不成要等瓦斯氣爆 市長再去嗎 還是要人繼續摔傷 我們再去醫院看他 那你說我求助局長 局長說他管不了區長 沒有什麼管不了區長 他說你要有事 你自己跟市長講 結果呢 因為 我很想幫民眾解決問題 我失眠了三天 我一個一個拜託 最後我拜託到侯市長 市長一聽 這怎麼可以不處理 馬上請 陳副市長 協調 公務局 然後協調 城鄉局 水利局 馬上處理啦 那個道路 水利局本來 明年九月才要做 水利局說 那路這麼爛 我們在不花多餘工廠 情況之下 我們提前一月來做 這有沒有解決 沒有花到錢啊 有嘛 養工處路爛掉了 撲好 不要讓人家再受傷 人家已經受傷成這樣 你還在說你家的事 你家的事 死了不關我的事 所以呢 原資就到現場去宣布這個好消息 市長重視大家需求 明年九月開工的污水下水道 要提前一月施工 大家很快就可以有好的路可以用 但是沒有多花一毛錢 這才是市政府嘛 負責任嘛 結果呢 當所有的國宅的民眾 都在感恩戴德 市長的接地氣 謝市長之後 板橋區長隔天再發新聞考 痛批市政府 板橋公所私人範圍 公務部門不宜介入 打臉市長欸 民眾馬上打給我 其實我沒看到這個新聞 是民眾打給我 他說欸 昨天不是已經要做了嗎 為什麼公所又說不做 我馬上又再打給陳副市長 那可能他講的事前不見了 是一次性的 我們講的什麼叫同理心嘛 解決問題嘛 一直在那邊交接在什麼 什麼私人不私人 請問要私人土地 路爛掉我們 水利局提前不行嗎 那個是道路是供公眾行走的嘛 旁邊菜市場 怎麼大家都走來走去 車都停進來呢 你有沒有看到問題 解決問題才重點 沒有 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一直找藉口 欸 不關我的事 終於找到一條 不管我是好棒棒 這就是區長的態度啊 公園很垃圾 那趕快清啊 他跟我說是環保局的事啦 都是市政府的事啦 他就說環保局的事嘛 好 在下一頁 那個我們板橋一直希望有一個天幕籃球場 就是打籃球的時候上面有個頂蓋 我們辦一場會堪 結果呢 公所派了一個承辦人來 結果現場大家都覺得可以做 那是不是請公所先規劃研究一下 結果承辦人說 不關我們公所的事喔 這個地是教育用地 我們只負責圍館公園 現場一堆民眾 包括里長 大家都在看笑話 就在看市政府推來推去 對民眾來說 市府是一體的嘛 你在那邊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那大家都不要做就好 看誰會推而已啊 這中間我打給局長很多次 公所都沒有下文 都沒有進度 我就開始懷疑了公所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他是 區公所是驅逐工作所是不是 有什麼事情找他 欸 不關我的事 欸 環保局的事 這個他的事 這個他的事 尤其是這個區長特別誇張 他在幹嘛呢 每天應酬跟 我看他特製費都在買酒啊 請客吃飯 他寧可花錢在這方面 也不願意 在民眾上面多花點心思 然後還動用很多黨政資源來跟我施壓 板橋發生的事情都是他的事 他應該先做一個窗口 不是他的業務 他也要回來市政府協調 不是說什麼啦 不關我的事 不管我的事 公司員不管我的事 這 驅逐工作所 這個區長存在沒有意義 所以官僚的人找藉口 接地的人找方法 那所以就在這個接地氣的目標底下 我們看看整個市府團隊 包括我們一員同仁 我們怎麼合力 讓新北市成為一個接地氣的市政府 讓每個人都成為接地氣的侯友宜的分身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